哈喽 大家好 三位老师好 我们是来自山东 何者三县的一对杂技小夫妻 欢迎二位 你看刚也练了这个灯钢了 也登了这桌子了 这俩你是从哪个先开始练的 最早的时候 在我们那个杂技团的时候 最早老师先让他那个 有一个像梯子形的那个 然后上面放很多那个麻袋 就是我们的 虾袋 对对 虾袋 然后练他的腿部力量 一般得加几个沙袋 他大概在三百斤左右 三百斤 首先要压他的腿 两个腿的力量 那你平时夫妻俩 万一干账的时候 他给你来着一脚 这三百斤的力量 我肯定受不了 那我问一下 影子 你觉得 刚刚我们不是看这个表演 又登了钢又登了桌子吧 你觉得哪个更难 桌子更难 桌子更难是吧 对 我觉得钢更难 我们问一问两位 钢比较小 它比较滑 桌子呢 桌子的话就是 它的幅度大一点 它的面积大一点 对 这它是有专门的名字吗 就你们的每一招每一事 有 比如说你刚刚登那个桌子的时候 就有哪一些套路 桌子面那个动作叫荷叶范 荷叶范 这一点的书生就是 啊 桌边 东桌边了 好桌边了 然后平转了 横转了 就是这种 来这样 我们让这个老公来帮我们来讲解 这个妻子来再给我们示范几个动作好不好 好 最早的时候 最早的时候 都是这样 我是什么 小雅 我先上行 我先上去 这根基地的 我先上去 就装了 为什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先问问 这之所以不让男生练这登记 是不是你们这个组上有这规矩 这个男生一登就坏了你们这规矩 有没有 没有 没有 放心 约洁哥 我们都给你问明白了 没问题 我觉得这灯 咱先放在一边 它怎么上去的 我刚刚就没看明白 你们看明白了吗 他们就想看你上去 是不是 对 就怎么 就一下脑袋就冲下了 你示范一下 示范一下是怎么躺下来的 但我觉得他这个动作 殷俊哥可能容易伤着腰 我还是 殷俊哥 这一项有点难 是 我上一次这么躺上去 还是理发师洗头的时候呢 我就往后躺下去 这样可以 你再往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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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第一次觉着你们个儿这么高 你觉得这样累不累 你说呢 所以得赶快进行表演是不是 对啊 是要缸还是要桌子 还是两个都要 落起来 要不你上来吧 我觉得难度小一点的吧 让殷俊哥试试桌子 行 我别给人蹬坏了 我现在离地有多远 你们能告诉我 三米五吧 我 行 我们把这个平和给你那个扫好 你 哇 哇 英俊哥 人生巅峰 这样好吧 巅峰奇迹 我们就接着往下聊 什么 可以可以可以 来来来来 不行 不行 不行吧 说真的 我觉得第一次殷俊哥尝试这个 就能坚持这么长时间 已经很不错了 咱把它卸下来在评论行不行 先让他下来吧 好不好 我采访一下殷俊哥 从这个椅子上面下来以后 什么感想 回到人间真好 那我问一下两位老师 你看殷俊哥算是第一次 接触到这个登记这个项目吗 也是最后一次 他表现算怎么样 他已经很好了不错了 对对对 很勇敢了已经 特别是这个 特别是这个 躺在这一块这个 对 你刚才感觉你这个尖这一块 是不是很痛 顶得慌 对对对 是吧 老大我这有垫尖 他这个时间长了 最早的时候这一块全是老尖 就刚刚我这一下 可能我觉得 这至少我就得缓个几分钟 那他在上面一练 几年 几十年之后 呈现出这样的一个表演 我觉得真的应该掌声 再送给我们的人就来 是 非常不容易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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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predicted